杭州2022年第19届亚运会将于9月23号举行 在亚运经济的带动下 伊乌体育用品市场订单量显著提升 篮球足球羽毛球等体育用品及周边产品登上商铺C位 近日记者探访了位于浙江的伊乌国际商贸城 只见前来采购相关产品的外商比比皆是 来自尼泊尔的外商西瞻巴尼亚 正熟练的在店内挑选各色奖牌 他告诉记者最近各类体育赛事热度很高 奖牌的需求量比过去增加了不少 记者了解到西瞻巴尼亚是这家店的老客户 已经合作16-7年 店主陈显春用英语熟练的与他交流货品信息 很快15000块奖牌的订单就下好了 这批货品将用于尼泊尔当地日益火热的民间赛事 陈显春告诉记者去年的世界杯 今年的亚运会还有中超CBA等赛事重启 赛事热也带动了民间各类赛事 一系列活动的开展点燃了体育用品的消费热潮 相关订单目前已经排到了六七月份 都已经六月份了 然后我们有一些外系的工厂 先报单子过去的话 全部都有三个月以后了 同样为亚运经纪订单忙碌的 还有店主陆青 他家的产品以出口为主 他告诉记者 随着亚运会的临近 许多小客户的订单都开始翻倍增长 早在去年世界杯期间 陆青店里的足球订单 就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现在足球说真的 我们卖的比较好 就是一些国家队 然后一些常规一点的花形 反正足球这个东西 就是说每年都在不断的换花形 跟疫情的时候增长了挺多的 最起码有个百分之二三十吧 有的 我那个马来西克客户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原来是亚运会的关系 今年确实订的还比 比往年多了多了 以前的话 差不多每次订个七八十件吧 这次好像增长到两百斤了 记者从医乌海关获悉 今年一到四月 医乌体育用品出口21.3亿元 同比增长8.4%